即是一種類似 真的配幕 它是沒有音樂的 配幕真的沒有音樂 我們今天就分享到 這麼多了 有沒有流亡之餘 我突然想到這部 是嗎? 是嗎? 做文字 哦,是的 Hello,大家好 我是Kenny 歡迎收看CK360影響力 今天我們來的震動 嘩,頂盛 無緣無故多了一個 我幫了一個 一個勞人 是 他真的勞過之後 不如你一起來說吧 Hello,大家好 你好 不小心經過 被人捉到一次 今天我們說這些是很 全程的事情 傳承傳承 是的 我們說這個主題是 關於電影 隔了很多年之後 再翻拍 被翻拍續習慣 延續 一些很經典的電影 你們很奇怪 就是 荷里活 一直以來 一些賣座的好的電影 很快就會造成系列式 像近代的超人片一樣 但是很少有這些 曾經很成功 但是隔了超過十幾十年 他才會再拍一部延續的電影 是的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商業因素類的 他們是 原大 只不過是想拍一部而已 不知道很好賣 公司就給了一些壓力 是要他們再拍再賺錢 賺到盡為止 是的 就好像現在 一開始就已經想好包賺了 那就要拍幾部 幾部 好 那你第一部就是你先說 你當然要我先說 因為我們是跟 年快最少到年快最多 而我們最少的 我們都簡化到是 起碼相隔十五年以上 十五年以上 是的 但是一部的確是十五年以上的一部電影 我們就說這個 《 Escape from New York》 《Curasso》 以及我們經典的偷片導演 John Carpenter 的作品 嗯 初初我看的時候 我會覺得第一集會比較悶悶 因為事關於他的配樂 對呀 配樂不是悶 即是叫他一種類似 真的配樂 他沒有音樂 只配樂 真的沒有音樂 噢 即是 沒有樣子 整部 即是沒有歌 他只是做氣氛 只是有氣氛 只是有氣氛 只是有聲效 真的有聲效 但當年用心 整部電影就會稍微悶悶 我覺得沒有悶悶悶 但是他的而設 是一個偷片的一部電影 經驗的電影 不錯 那他這種聲效 有沒有對這部電影 是不會有幫助 是必須要這樣做的 是必須要這樣做的 應該有音樂的 應該有音樂 對啦 對啦 因為他一直都是想 他的故事是說他去救那個總統出來 這樣的樣子 所以這時候很大部份的 那個畫面都是中的 躲躲氣肥 這樣去執行 首先我們要說這個 《 Escape from New York》 其實是在1981年開始做的 第二集叫做《 Escape from LA》 《 Escape from LA》 就是相隔了15年後 即是1996年再拍的 它的風格的確是有保留的 但是第二集就比較精彩一點 即是豐富一點 整個畫面 有音樂 有了音樂 對啦 有音樂 然後 有CG CG 有啊 畫狼那個 對啦 那些比較凹樓的CG 那個年來是凹樓的 因為那個畫狼 你看著Crosser在畫狼 在Lamme的背景 那些浪的水壓力 是不一樣的 對啦 跟它說水是不一樣的 哈哈 所以是有經典 第二部是阿法仔說的 對啦 2001的《坦浩漫游》 《坦浩漫游》 Stanley Cooper的電影 紀錄有經典的電影 隔了16年之後才有第二集 其實第一集可以連續 第一集的情景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我第一集 他最後其實那個太空人 所謂的變成了另一個生物 他變成了一個超人類 第二集是說 他這個新的生命 想回到地上 哦 我們要補充一下 剛才不是說到這個 2010 就是在1968年開始 那八年在第一集 它是2001 《坦浩漫游》 2010 《坦浩漫游》是相隔16年 16年 就是1984年 我們人類的時間過了16年 那絕絕下來這兩部 其實這兩個系列電影 其實可以一起說 Rocky和Rainbow 其實都是同一個演員 1810年代的片酬最高的演員 是我們的史太龍先生 史太龍先生 Rocky在1976年是第一部 是史太龍自己的導演 這部電影也帶到 奧斯加電影也拿到最佳 最佳動電影 最佳動電影 之後就陸陸續續 它也有拍過幾部 是相隔了幾多年 16年 它就拍了一部 這部叫 Rocky 寶寶 又是延續他路了的拳國故事 我那場看的時候印象比較深刻 應該是艾爾蒂 打那個... 不知道 打那個蘇聯盟 那個... Duff Langan 你覺得他們的手法 你覺得很喜歡是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用到很浮誇的手法 來帶出一個美國的拳手 因為當時是一個很整風的拳手 所以又用了歌舞片的手法來帶出來 結果就輸了那個行為 那個行為輸了 他為了要不要拿回那個專業 Parlow Creek 那他的Rambo呢? Rambo Rambo是比較熟以那些很低黑的那種 Action 個人英雄 個人英雄 那第一部First Blood 其實第一部不是叫Rambo 叫First Blood 是1982年就開始 那天你逐一有拍幾部續集 Rambo 2 Rambo 2 1988年的時候 其實好看的 就是第一集我覺得很好看的 第一集是好看的 因為那個... 他剛好是貼近了... 當時那些陪伴之後 那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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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審實背景 是... 所以那時候是好賣造的一部電 之後就... 發展到1988年的時候 第一滴血第三部電 那時候才停 然後相隔了... 直到2008 即是相隔20年 再拍 再拍延續編 延續編呢... 哇... 在監部寨 非常之暴力 我覺得那些暴力很重要 那他要再去迎合 那時候的市場 是應該要有這樣的環境 你要想過 Rambo 是... 如果我是斯塔朗的話 我交了那麼久 大家期待到那麼久 我出來沒有一些東西給別人看 然後再做一些事 大家不想看 所以如果他加上了一些暴力的畫面 就可能大家會有一個 我真的不想看 嘩... 為什麼Rambo這樣啊 為什麼這樣啊 然後他這部之後 他又拍了最後一部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最後一部 應該是的 名字也是 即是去年那部 是的 名字也是 The Last Blood 他仍然是叫Rambo 他依然是保留那麼無力 但是... 他就比較沒有那麼多動作 他算是一部劇情點 很誇張的 其實我覺得挺好看的 武器也挺好看的 OK 說下一部 Independent Days 獨立日 這部很好看的 90年代很重要的一部劇 我們說一下 Independent Days 就是從1996年開始的 一直橫跨了20年 去到2016年 作為武神的 Rules Smith 是延續那個故事 Rules Smith 是做歌手轉做演員 很成功的一個... 令他... 理成悲 他的成名作 亦都是這個導演的一個 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那有沒有人 有誰看過最新的 有有有有看過 反而我都有看過 其實你不可以 是很多CG 沒有之前那些那麼震撼 反而影響沒有那麼大 現在的片段很難有震撼 因為大家已經重厚了 是 也有看CG 無所不能的時候 已經有什麼出奇的 是啊 因為那個導演都知道 因為相隔這麼多年 其實他的電影 都已經誇張了 垂直 最大 最寬 所以他這一集 其實他也有做一點 就是那個Mothership 武船已經沉了半個地球 是嗎 他很誇張 他當年的時候 都已經看過 一個很震撼的 歌詞 超大 他還有人說過導演 當然是一個導演 所以都提到很厲害 但是就是 4th of July 可能真的是CG的問題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你還有什麼沒看過 大家都有一個 免疫了 就是他不震撼 但其實也很好看 不好看 故事很多 其實很多漏洞 你看完之後 你都不會記得他說什麼 接下來就是1982年的這部 Tron 厲害 還是Bisney 厲害 那怎樣厲害 就是想當年 Tron這部電影 如果沒有記錯 它是全世界打一部 用電腦做的電影 是 即是所謂的 現在的 是 是 80年的電腦 對 我沒看過 幫我想像到那個 對 很極實的排隊 全部都是4個方向 但問題是在裡面 我感覺到 第一次看 我覺得非常棒 因為那個設計 因為那些 那時候看 因為那些 山褲是有光的 對 全部集中的山褲 全部有光 所以那時候覺得 嘩 很帥 而且最經典的一幕 就是那個托車 拿一支東西 一拿著那支東西 就整個人變成一個 莫多 然後就開始飛車 那部是非常深刻的 嗯 也可以這麼說 就是 在那時候 亦都知道 原來用電腦 去合成那個 真人的做法 是怎樣的 所以視乎 就覺得整部片 是 我覺得很好看 整件事 但是 新的那部 新的那部 2010年 就 延續了第二部 相隔了28年 28年 28年後 我也有看 剛才你說的那個 別有發光的衣服 其實 這部新的 我也覺得很漂亮 是很漂亮的 但問題就是 在於這裏 它的變化 大家都知道 它都相隔了28年 嗯 28年的變化 依然我可以去那裏 很難 但是 由於那部片 擺放了很多 所以做起來 它感覺上 它感覺上 應該是28年後 很足夠的 感覺上 很普通的 我應該多看一遍 因為 在Tron的世界裏 它是不停地這樣做的 而且它有一個去救的世界 對 你可以將很多的畫面 或者背景 是否可以再做得更加精準 而且 故事 不吸引 嗯 它是 它是 它是用那個方法 又是這樣 然後 然後 經過一個系統 就進了一部 電腦裏面的世界 這樣 OK 接下去那一部 哇 這部很厲害 這部是大家認為 最成功的現續 MAX應該有看過 有 有 你認明到它這麼厲害嗎 其實是有的 因為你們看了頭一集 這麼多年之後 再看新的時候 你會覺得 現在感覺是全身 它不會讓你 你是有那種以前 你會期待 但是看這個樣子 其實你會覺得 不是 它有很多新的地方 可以 MAX的第一部 是在1979年 他的故事是說 主角的一家人 即是 Mill Gibson 就是 一家人 對 因為主角 在世界中 他是警察 Mill Gibson 是警察 因為那裡 很傳承 一些飛車黨 然後 警察當然 可以 是 是 講一下《世界觀》 這部電影 最吸引我的 是《世界觀》 很喜歡這種 近未來的科幻電影 以及背景 設計在末世 而且 Mill Max 那個舊 的成功 就是衍生出 一個很出名的漫畫 日本謀 《北斗之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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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部電影 是相隔了三層年 再重拍 再重拍 再延續 再延續 而且也是 用那個導演 我覺得很厲害的地方 因為通常 那個年代的導演 所想的事情 到了現在 可能會出現 應該會出現 對 很驚訝 這部電影 幾乎整部電影 沒有停過 對 沒有停過 是一個過程 駕駛車 說話 說句話 還有所有的事情 路程都發生 是很急速的 他更厲害 通常這些節奏這麼快的 動作片 是很難去 好好講 這個 角色的性格 等等 但他做得到 而且每一個配角 他全部都可以講得 這部電影 是我們極力推薦的 如果未看的朋友 一定會讓我來看 你會看幾次 他會有新的一部 他有嗎 他拍了 對 之後還有 Bread Run Bread Run 是 是 科幻片的其中一部 理程碑 理程碑 其中一部 有一個 很經典的 就是 他跟車是飛的 對 他飛的時候 好像有點像船 那樣的感覺 但是在都市裡面飛 那個是這部電影的經典 叫Icon 是Icon 那個時候 跟Star Wars很接近 那個時間 那個時代 是很可以探討機器人 對 複製人 當然 Reed Run 很喜歡探討人 以及機器人的如何相處 對 相處 對 當再造人 接近人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對 相隔了35年那部 大家有沒有看 我也有看 是 你喜歡Rankursum的演員 演員 是 那部我印象最深刻 其實那部電影很慢 但它的攝影 真的沒有 美術是非常好的 無論它用的分鏡 或者每個場面的色調 都非常好 挺有印象 對著你 灰塵這件事 而且它的故事延續 是有一個更新的 它一直都是探討 在造人 第一集的 人和在造人 很接近 然後 這一集 更加進步 是在造人也可以為人 哦 哦 對 對 會引起一個 由宗教上 或者是道德上 一個問題 對 好 現在接下來的兩部 我們要講的是 因為 即將 即將在金面上拍的 第一部是 34年 是 我們老湯先生 主演的 是老湯 是 那 Tom Bruce 在1986年 拍攝了 湯間之後 是非常之 好 這部戲很厲害 是 是 很厲害 是一種潮流 是 其實它是一個 例子電影 一個空軍的故事 哦 Tom Bruce拍攝 當時是24歲而已 雖然很漂亮 當時是24歲而已 是 是 這部片一拍 就簡直到這部 2020年上映 即是 2034年後 上映這部 其實是延續了它的故事 就是它回到它的空軍 是 完成一個 任務 是說它老了 還是說它幾年後的事 不是 它是30年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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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是親身上映的 而且它在飛機裡 裝了六架的 就是IMAX的鏡頭 是 是 實戰地拍攝它 哇 厲害 然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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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的 Ghost Buster 是 相加 31年 因為 Ghost Buster 我們看過是兩集 是 1989年 一部 一二 現在31年後 這部Ghost Buster 是延續回 因為是後代 八十年 但是 大家知道它的故事說什麼嗎 是 是 後代嗎 後代 我看到它的Trailer 好像是說 那個小孩 那間屋子裡面 就是阿爺 留下的那部機器 你看那個Trailer 釋放了 釋放了 那個鬼 這部電影 它是挺有趣的 因為其中 鬼故事 鬼這個部分 拍成一個這麼二樂式的 是 但其實 我看到它新這集的那個Trailer 好像很恐怖 對 好像鬼氣 做什麼 拍成鬼氣 但是 多恐怖都好 你用部吸塵機就吸了它 這個想法 都挺突破 到現在 我還是覺得是一個很新鮮的想法 其實在Class E的名單裡面 以前的演員都有演 但是我們看那個Trailer還沒有出現 我們今天就分享到感慨 等一下 有沒有流亡之餘 我突然想過 有沒有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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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個人民沒有延續 只不過這副機 這副機 去了那些摩登的機器 不是那些陪企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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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保留 那個玩法 它的魔咒之類都還在 只不過已經升級了 相加幾年 說真的 我是喜歡以前的中文字 當然 我是喜歡Robin William的中文字 新的這部有帶嗎 就是新的上一集 新的上一集 一看是哪是一個 巡遊樂家的流片 不過是好笑 你覺得是這個 那是那個 那是小片 那個概念很笑 第一套是1990代 我記得是 1990代 上一部是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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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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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久了 它還有一些很重要的IP 去包裝一個新 即是重新包裝 再給新的一代人再看 再延續下去 你有更興趣 對這部影片更有興趣的話 你又會再看它 本來是怎樣來 它的歷史感 嗯 將電影歷史這件事 一直這樣流傳 好的故事是會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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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那我們繼續 不愛老下去 再繼續看 多一些好的故事 再介紹那些老病電影 哈哈哈哈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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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敬阿劉 哈哈 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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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GS 不能砸 有貢獻 有貢獻 aro 有貢獻